好 问题就出在五平大小的顶楼加盖 那么房仲业者说 其实很多人喜欢买顶楼有加盖的老公寓 但是其实风险很大 因为不是说你84年前 这个民国84年之前所盖的就算是合法 因为它是只是暂时的免拆或是缓拆而已 而且一旦遭到检举的话被拆除 屋主也只能摸摸鼻子自己认赔 一栋又一栋顶楼加盖 这样的违章建筑在老旧公寓巷头很常见 有民众买房为了增加使用空间 又不想多花钱 就是会选择顶楼加盖的房子 不过这种省钱偏方却有潜藏的问题 有关于顶楼加盖的部分 它在一个时间上是有一个分水里 都是列入缓拆的 可是缓拆不代表就是说合法 根据台北市违章建筑处理要点的规定 只要是在民国84年元旦前新建的 顶楼加盖等违章建筑 如果没有违反公共安全 可以暂时免拆或缓拆 但是并不代表没有任何风险 顶家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因为它没有在权状里面的 所以说如果事后被拆掉的话 你不论是去进入这个所谓的司法的程序 想要要求补偿 赔偿 其实这个都是很困难的 省钱买顶楼加盖屋 顶而走险后果就是只要被举报 违建部分就会遭到强行拆除 加上法令上写的一清二楚 损失势必求偿无门 省钱抢空间 到头来可能还是要付出惨痛代价